好像是五歲的小孩 你要當誰? 對 我的愛你了 那對 不行 我才是愛你了 嗨大家好我是Eva 今天來到台北Vlog的第五集 但是今天的影片終於不是我一個人拍了 我邀請了一位神秘嘉賓來加入今天的行程 那這位神秘嘉賓呢他也是一位Youtuber 那我一開始會注意到他的影片是因為 他有一系列的公主影片 然後因為我自己很喜歡迪士尼的關係 我就有在看他的影片 然後我覺得他影片就除了一些比較知識性的內容之外 他有時候也會有一些自己的小小哲學 或是他有時候很入戲的時候也會有一些很可愛的動作 我就覺得他是一個很有趣的人 所以你們現在猜到他是誰了嗎 可以先留言猜猜看 今天是我第一次跟他要面對面的見面 所以其實我現在心裡是很緊張 但是又超級期待今天的行程 而且今天我們等一下是約在小巨蛋附近 我要走一個很健康的路線 我要約他去做瑜伽 但是因為第一次見面的關係 我其實不太好意思全素顏跟他見面 所以我等一下還是會上一點眉毛蜜粉跟唇膏再出門 我現在要來上蜜粉啦 那我今天要用的蜜粉是這個 登登 滋三堂的香氛魔法盒 我現在手上拿的包裝呢 是2019的一期一會限定版本 你們看他的光澤還有那個立體度 超級美 美暈了 我每次搜到的時候都會一直尖叫 那資產堂他們其實每一年都會推出一個 以不同城市雪花為主題的限定包裝香氛魔法盒 那我們櫃子後面呢 就是成列了歷代的香氛魔法盒在這邊 那我去年拿到的是這個 2018版本的香氛魔法盒 包裝主題是加拿大的黃刀鎮 那這邊小小科普一下 黃刀鎮是一個靠近北極圈附近的城市 是一個非常容易可以看到極光的地方 你們看過幾包的嗎?我這輩子還沒有看過 好想去看喔 然後這個也是超優雅超氣質超美的 我在收到2019版本之前 這個2018是我的超級愛用 2019的香氛魔法盒呢其實已經來到了第六代 那這一代的設計呢 是以紅花雪國俄羅斯的莫斯科雪花為主題 只是一看可以看到它 藍白的冰晶這樣互相交織的感覺 超級美 而且我覺得它很像是那種 會出現在冰雪奇緣裡面的圖案耶 就可能在花窗上之類的 那我覺得我現在就是可以暫時當一下 Elsa本人 因為你看 我今天用這個 然後我又穿藍色的衣服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先給大家看一下素顏的樣子 芝生糖的香氛魔法盒呢 是一款保養粉 它含有M傳明酸的成分 像我現在素顏的時候就可以當作美白保養粉使用 它在上妝的時候就可以當作蜜粉來定妝 它是一款白天跟晚上都可以使用的魔法盒 就會覺得整個都溫柔的起來 而且近快的話毛孔也修飾超多的 看起來真的是一種非常美麗的尾素顏 我自己用下來的話我覺得這個2019的香氛魔法盒 在粉質上摸起來跟用起來 其實會比去年更細緻更加的服貼 然後它可以讓整個磁妝的效果更好 然後底妝的透明感又更近一層的感覺 而且它的香味聞起來也很舒適 然後在整個香氛魔法盒的包裝裡面呢 它其實會附兩個粉撲 那像我剛剛使用的這個呢是比較厚的 很像枕頭拍在臉上超級舒服的感覺 主要是我素顏當作美白保養粉時使用 那這個黃色斷帶的呢 主要就是我有上底妝的時候使用它 黃色斷帶的呢 平常就是收納在香氛魔法盒裡面 那藍色斷帶的這一個呢 它會附一個超級可愛的小袋子讓你收納它 然後這個摸起來真的超級無敵舒服的 我想要素顏去買早餐 或是晚上跟朋友去運動 想要看起來膚況好一點的話 也會輕拍一層香氛魔法盒在臉上 去創造出像這樣子的霧面日系微霧感膚況 我覺得超級無敵喜歡的 那今天出門前準備這個簡單輕透妝容就到這邊 那我們就一起出發去今天的行程吧 Let's go I just want to be close to you 我到小巨蛋了 因為我現在提早到的關係 所以在等待我們的神秘嘉賓 等下就上去上課 看見我們的神秘嘉賓了 不知道大家猜到了沒 我們的神秘嘉賓公圈 我要又見面 真的就是我第一次在影片裡面找到行程 而且妳好高喔 但我真的會很巨大 我今天可能有17出左右 他真的超高 我現在看到一個矮子欸 我就是這樣說真的 好 那我們現在go 好 Let's go 拜拜 開客了 開客了 欸我第一次上這種這麼chill的課欸 就通常我的上位瑜伽都會有點爆汗 然後就是會有點累 我剛剛真的是有點在做夢了 然後你剛剛說我打呼 我真的假的 我很那麼熟算嗎 假如打呼是我第一次好失禮喔 天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放鬆的行程 很推薦大家來這邊上一個單次的課程體驗看看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吃飯了 終於 我們 找到今天的地人根本有秘密的 我們拍完米奇了 剛剛我們一到之後人就越來越多 原來沒有人 然後我們一湊鏡之後就有很多阿姨之類的 真的 阿姨在跟我們搶 跟我們搶米奇 搶什麼搶 米奇我朋友 然後我們現在臨時決定要去一個 可以讓我們都很開心的地方 嗨 我們現在來到了玩具店 我們在逛迪士尼的玩具 這個Elsa 它會就是按下去有Let it go 真的假的 而且它還會發光 這個小女生會瘋掉吧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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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們背後也有很多公主耶 對啊 白雪的公主 有威力 這裡面沒有我最喜歡的 欸 有啊 在下面 愛麗兒 愛麗兒 你在下面幹嘛 你要當愛麗兒 我 我想要當愛麗兒耶 就是假如是小時候玩那種笨蛋蛋酒 你就會想要當愛麗兒 對 我要當愛麗兒 沒有 其實我小時候有更想當茉莉 啊 我小時候也很想當茉莉 因為覺得茉莉好像很聰明 對 但長大之後就會覺得 比較喜歡有那種純真感 因為長大之後有些東西回不去 你就會覺得像愛麗兒這樣的角色 就是很讓人嚮往 就很純真這樣 我也是愛麗兒 不是 我是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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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就是把那個 我今天把那個小筆木魚帶在身上 欸 看得到嗎 反面 反面 欸 也太可愛了吧 小筆木魚 欸 我之前也是有帶一些就是 欸 沒有 我今天帶小筆木魚 我們很像就是五歲小孩說 你要當誰 對 然後就不行 我才是愛麗兒 變輕 變超好 真的 變好涼 突然覺得有點熱熱的 我們一去上廁所了 然後我剛剛照鏡子 檢查了一下今天的妝了 我覺得持妝的還不錯 然後整體的軸霧感 蠻喜歡的 這間店的菜單 上面都是優美的文字 當茶葉進入秋天 就變成紅茶 這個茶系列的感覺是比較搞笑的 怎麼這麼快 蛤 怎麼這麼快 1 2 3 3 大張的欸 我第一次看大張 去宣布喔 我是柚香咖啡大挑戰 我用沾的就好 所以你是連就是拿鐵也不行喔 你怎麼中欸 因為我覺得很好對不對 好吃 大腿 寶妮去上廁所了 然後我要跟她坦誠一件事情 跟給她一個驚喜 所以我們就等她回來 嗨 歡迎妳回來 欸 又在拍 我要跟妳坦誠一件事情 什麼 什麼事情 就是今天早上妳一開始看到我的 就我們去做瑜伽的時候 然後妳就是有 稍微稱讚妳覺得我今天 好像素顏的時候 複事還不錯 然後我那時候就說 喔對啊 我就是畫眉毛跟唇膏 但是 我不是素顏 我其實是用偷上妝 就是 我用這個 我出門前的時候 就是有用這個 資深糖 推出的香氛膜 來上妝 然後它其實就是一種 保養粉 所以就是素顏的時候直接上妝 我這一看她就說 妳現在有化妝啊 為什麼就是 看起來其實色這麼好 好 但是妳現在不要恨我 因為我準備一個禮物給妳 登登 這一個資深糖的香氛膜膜 她就是每年都會推出一款限定的包裝 然後像今年這一款的話 就是2019 她的主題是以 童話雪國莫斯科為主題 然後反正每一年都會有不同的城市 跟雪花的這個設計作為搭配 欸很美妙 妳有沒有看到這種臉 Pony 在上面有寫我名字咧 Pony 就是有刻字的 就直接變Elsa 真的 我覺得她這次的設計很Elsa 她做的是比較 有點像那種彩繪玻璃的那種配色 然後用藍好白去膠質 它帶了一點點黃 它是一種保養粉 然後它基本上就是當作夜間的保養 或是白天的定妝都可以 我自己是乾淨 我用下來我是覺得 乾淨拿來當作蜜粉定妝也不會讓臉覺得很乾色很多 然後可以創造出那種很日雜很唯美不服感覺的妝感 可以有日系的透明感 就很適合熬夜暗沉需要美白的人 所以在晚上用也可以就是有美美的入眠 對然後是運動之前想要讓氣色看起來比較好 我忘了講 這個禮物是有一個意涵的 什麼意涵 就是因為她這次是童話雪國莫斯科 她其實還代表大人童話的幸福祈願的意涵在裡面 希望這個禮物送給你之後 可以在 比如像是我們兩個 離開一般公司體系之後的時候 都可以過得更好 然後過得更像 怎麼講 成為自己喜歡大人那種感覺 欸我剛剛不是有跟你講到 她其實每年都會有不同的城市跟雪花 每一年都會推出一個限定的寶裝 從2014到2019 其實都有不同的主題包裝 然後像是從世界的七大雪蛙 然後到芬蘭 紐約 布拉格 加拿大 然後到今年才是這個 這是莫斯科 然後像莫斯科你剛剛就有說很像Elsa 對 然後這樣其實看起來其實每一代都很公主 對 你覺得這幾年下來有分別不同代表哪些迪士尼的公主 給你一分鐘想一下 我覺得好像有靈感喔 我覺得 2014這個淺欄感好像還蠻像 鬼谷鳳 有 芬蘭的話 這個它好像有點愛麗兒 但是它整個給人那種沉著 然後是比較知性冷靜的感覺好像也蠻貝爾的 你看是貝爾 迪士尼公主人家 還是它說的算 很貝爾 我說的算好不好 2016呢 因為它是紐約嘛 都會成熟歷練女性 你會想到我們就是可能茉莉之類的 就是聰明這樣 然後很獨立的感覺 對聰明獨立 2017 2017 這個顏色會馬上想不到最美人啊 就是很粉很嫩的 然後2018 加拿大的黃刀者 黃色和紫色會馬上想到 樂佩 樂佩 我剛剛想說我要幫他擠了嗎 樂佩 Reponsor它就是金色的頭髮 然後就穿紫色的衣服 還蠻像的 我們差不多吃完了 然後我覺得今天挑的這間咖啡廳 超級無敵爆好 首先是我們坐在室外這邊 就是光線很好 然後隨拍隨美 每個人都是網美 然後第二個是 它的食物跟飲料都還蠻好 而且價位就是合理 然後第三個是 還有這個拍立得服務耶 超好的 一張50塊 然後是這種大片拍立得 就感覺很適合帶朋友來一起留作紀念 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要把鏡頭整向我們可愛的寶妮 你參加我的一日旅行團的感覺 我覺得你很會早點耶 你早點就是很充實耶 首先就是一早就是很健康 然後中間就吃了一個也是很健康健康餐 然後之後又是一個宅宅的行程在裡面 就是完全是一個為我量身定制的感覺 是嗎 太好了因為 這是我第一次邀請別人來上這個Vlog 所以我會很緊張大家的感受 而且還受到這個我覺得好開心 這是今天本日重點 真的是今天最大的亮點耶 我就耳聞有這種香氛的粉餅盒 然後呢 就以前沒有試過在夜間保養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 它這整個擦起來心情很好 就是不管白天或是晚上 睡前你如果就可能譬如說 女生在男友旁邊有藕包 就晚上不想要全素顏 可以稍微一下 就可以稍微就是 它擦起來雖然不是有遮瑕感 它就有粉粉霧霧的清透感 它可以讓毛孔看起來更細 對就是日系的清透少女的感覺 而且因為我平常是乾肌 所以沒有很喜歡用蜜粉 但是我覺得剛剛試在臉上 它定妝效果還不錯 而且它不會有那種就是很卡很乾的感覺 尤其在眼睛的地方會 對它還是有光澤感 我覺得這款優秀 優秀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禮物 然後也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然後如果你們對這次 2019資深堂推出的 Snow Beauty香氛魔法盒 有興趣的話 就是歡迎到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會有它 從10月6號開始在百貨公司開賣的資訊 然後會有免費的科製服務 那就這樣 謝謝寶妮今天來 很開心 謝謝你願意 就是來 然後我們下次見 掰掰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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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